啊 可想没有拜拜 我知道你眼睛又来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会儿弄 啊 啊 主任你好 请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叫亮亮来自山东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 你看见他哭成这样 你没有心疼的感觉吗 没有 告诉我们 他是你的谁 他是我 之前 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女孩 有多喜欢 感觉他就像 当时感觉他就像我的空气一样 虽然 对 特别特别重要 你都活不了 后来发现 那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而已 实际上呢 实际上 对他那些什么东好 不想说了 然后直到后来我去三连发状态 嗯 说肚子难受 我想喝点粥 喝点汤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 我给他坐牙巴 给他送过去 那么难受 然后又坐好了 我到家门口 我敲门 我想给他个惊喜 我不跟他说 我敲门 我说他问谁啊 我说快递员 送快递 他就开门了 结果没想到发现 里面站个男的 就只穿上个 他发现我看到之后 他一把包推出去 就跟他说老公 快递员 二爷 当时 我真的梦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当时从他家门 突然那一刻 我心里真是崩溃 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 后来搬走了 那你那么不爱搭理他 你今天跑这来干什么呢 你索性给他一个决绝 就可以了 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 可以说是被他逼的 不但打电话 发短信 我发号码 他能找得到 找我朋友要 甚至他去我父母那儿 他现在已经影响到 我的生活 甚至影响我父母的生活 我想一想 我想就他这个样 我要在底下说 跟他说 他也不会 不会就 伤疤干净 你不可能 没有 你先过来 你是不是想 跟我在一起呢 你看他 他哭成那样 不想看 你不可能 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有女朋友 真有女朋友 你开玩笑是吧 我真有女朋友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 那不可能 我告诉你 就算有 也是你请过来 羞辱我的 不可能有 你忘不了我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我之前不对 人家有女朋友了 不可能 其实这次来是他 劝我来的 你女朋友 让你来的 对 他想让我 上舞台 把这个事 和他说清 我觉得这女人挺大气 真有是吧 真有 你确定了 行 他出来 我看 我看你这样 变成什么样子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大家好 评论人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欣欣 是亮亮的女朋友 请来了吧 多少钱 这跟钱没关系 我们是真心的 谁再给我装 躲在后面干嘛 还戴个墨镜 刚做完手术吗 你 你为什么要让你男朋友 来到舞台上呢 我跟亮亮在一起 有半年的时间了 然后前一段时间 我发现亮亮 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然后整天爱喝闷酒 我就问她为什么 然后她就坦白说 这个姐姐一直在找她 给她打电话 发骚扰短信 那是骚扰短信吗 会说话吗 上过去没有 有没有家教 你说话可以尊重一点吗 就是给亮亮发短信 你明白吗 你知道我们俩之前 什么事吗 姐姐你听我说完好吗 你戴个墨镜干嘛 不敢见人是吧 现在这个姐姐 都闹到这个台上来了 你别碰姐姐 现在这个姑娘 都闹到这个节目上来了 亮亮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欠亮亮过来 行了别再说了 你再装装不下去了 出来吧 不是女朋友吗 你咋不出来还要跟我走了 朱主任 出来吧 你出来吧 不要出来 不是女朋友吗 不要让我出来 不要出来 你不是女朋友吗 我们就 放开你手 拿开你手 你别动 你之前怎么了 那是我男朋友 没完了是吗 你之前跟我走 我之前跟你怎么样了 不是跟你女朋友 出来呀 左后半个八 主任是我 不要这样好吗 那你出来呀 过来 等你 那个 就是啊 就是 可费也不要让他上了 我尊重他的意见 为什么不上来 我真尊重他的意见 不想 不想打扰他 为什么不上来 你要是他不上来 那是假的 所以你很想保护他 是吗 我明白了 你今天就是故意 请他过来羞辱我 对吧 报仇是吧 对吧 他不上来 那就是假的 那上来也未必是真的呀 那上来 我先看看 那个女生会来呢 你们俩谁去开门 我去 你去 对 我去开 我女朋友 当然我去开了 他肯定是假的 我去开 到底谁去 我去 你去还是合适一点 去吧 我去看 好 你让他看 不能过去 松开 你松开才是 你放开 这是在台上 你放开 你谁呀 杀开 干嘛 你杀开手 我今天就站在你面前 不是在你自己的 别跟我演了 行吗 姑娘 你也不想了 你赶紧正经 干点事吧 别跟我这儿走过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们俩过来 现在就是 我们要重新在一起 是你放尊重点才好 现在很无聊好吗 你一上来 我本来还是 你不知道怎么 你唱 因为我觉得 你对亮亮还有感情 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回来 我就放出亮亮 我现在已经变了 我不是之前的我了 你哪里变了 我哪里变了 我一直在跟你说嘛 我这个姑娘 你可太犀利了 你是想怎么做 怎么做 你刚才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完全不顾忌 你的修养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看到你 觉得你真想改过自新 从你的这件衣服 我看上去正面 是很传统 很保守的样子 但是等你转过去 我又发现 你这种喜欢在暗地里 使心机的这种特质 从你的外表完全展露无遗 你的侧面和背面都若隐若现地露出你年轻美丽的肌肤 其实这些东西都称出了你内心当中的那些特点 我觉得人要改就改得彻底一点 把过去这些带有那么多新鲜与算计的衣服也都通通的扔掉吧 你一早就认为它就是备胎 说明你并不认为它是你心目当中最适合的那一位 所以此时此刻 你的车胎坏了 你发现备胎不在你的车里边 怎么着 赶紧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好调整自己 叫拖车来把你直接驾到真正的修理场 去换一个完完整整的扎扎实实的轮胎 你说你会改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改 因为你根深蒂固了就认为大家好像都是围着你转 我觉得你太自我了 真的要好好彻底的改变 千千我希望你减少一点你的霸道以及霸气 做人一定要谦虚一点 好我们聊一聊啊 为什么上来 主任你觉得我还能在下边待下去吗 是是啊 你现在为什么还脱了墨镜上来呢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什么掩饰 你了解亮亮以前跟她之间的故事吗 不知道 你什么感觉 你作为你也是作为一个女人 她是她 我是我 我不会乱评价别人 但是我不会这样对亮亮 我和亮亮是真心相爱的 有教养 不评价别人 你们理想现在是什么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了 要结婚了 对我们迟早会走到那一步 我相信 我相信 骗我的对不对 就是故意让我看的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以前做的不对 我现在就想安定下来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爱你 我们俩一块下去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现在就想给你结婚 我想安定下来 没有任何人比你对我更好 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不要再这么闹了 你不要再这么羞辱我了 行不行 今天我觉得我事情已经跟你讲明白了 然后你也看到了 我还想告诉你 你从小就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所有东西都在你掌控之中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希望你以后能 那想明白 怎么去对待别人 对待一些事 最后就 祝你幸福吧 就这样 一年是高兵 一年是无情 心里没有人最聪明 心中那么连个强帮不过来 最恨是自己 一年成了火 一年成了魔 每个人中了青春的选择 打出心头的最好 一年之间可以 一年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一年是独情 一年是无情 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 心中那么连个强帮不过来 最恨是自己 一年成了火 一年成了魔 每个人中了青春的选择 打出心头的最好 这都是假的 你要怎么相信他才是真的呢 都是假的 他故意的 他不会是这样 那谁让你以前那么假呢 我真的知道 算了 我现在就想安心一下了 你现在如果真的想要是 恢复本真的个性 你应该说声祝福 他是假的 想着不可能放弃我 我现在就是有超大结婚 我真的不想得这么好 相信了 这会儿看千千 挺可怜的啊 但是之前看她挺可厌的啊 人就是这样 汤汤水水加泪水 是吧 有的时候又可厌 有的时候又可爱 有的时候又可恨 这个时候又挺可怜 其实可怜之人 往往必有可恨之处 我想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你之前做了太多的错事 这是你的代价 所以说你就安心的接受他吧 他现在上来是让我拿看他要复仇 我可以原谅他 我接受这一切 不要把别人都想得那么险恶 要过来复仇 要羞辱你 人家只是说出自己内心的 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况而已 千千江湖上有一句老话叫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 是对你之前的过错的一个弥补 我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 真正能改正自己 好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所以说永远要记住 不求而得 往往求而不得 总而言之 谈漏真心好吧 就不要老把别人当成一个玩物 只为了自己是猫 别人就是老鼠 是吧 来 祝你一路顺风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